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这种景象也非常的难得 人们为了购物而在这一天非常的狂欢 这个节日成为了在中国 仅次于春节之后的一个重要节日 或许大家觉得对这个节日 已经是非常了解 无论你是置身其中还是在观望 但是呢还有一组人是你不知道的 我们的铁鱼就进行了调查 让你来看看多数党后面的面纱是什么 这是Amy和朋友们的一次普通聚会 每次见面 购物都是百聊不厌的话题 而网购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对于Amy而言 网购早已成为她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早晨睡醒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打开手机 应该就是开始看淘宝吧 就是从淘宝中醒来的 对 然后晚上睡觉之前 也是开始看淘宝 从2009年起 Amy开始在网上购物 当时还是一名普通网购消费者的Amy 显然并不知道 从2009年开始 中国也正式进入了B2C电子商务的百货元年 便捷的物流配送 更安全的网上支付 以及傻瓜式的购物流程 让包括Amy在内的网购大军们 迅速沉迷其中 Amy的消费金额越来越高 去年是咱们有一个账单出来 当时看到账单的时候 我花了这么多钱 就是很那个 也是把自己吓了一跳 就是可以买个房子 然后之后可以买个车 就这样 然后就自己花了这么多钱 那个账单的数额大概是多少 60几万吧 对 网购大户成为了Amy的最显眼的标签 像她这样的人 在整个网络世界快速增长 铁鱼 我觉得你特有意思 你找到了这几位小姐 她们每一个都能够成为淘宝的代言人 太热衷于和享受于淘宝了 你是怎么找到他们 怎么筛选出来 他们成为我们这个片子的主角的 其实是双十一在上个月 她就有一个电商 她举办了一个线下预热 就是说每年大家会看到 有很多电商会找到很多明星 来参加这些活动 但今年呢 她们找到了一些网购的明星 等于说她们通过自己的筛选 把选出了六个网购的代表 作为一个发布 然后当时有几个人就是在当中 她的标准是什么 花钱越多的就是 是一个维度 还有花钱的那个 比如说你买的东西种类要多 然后你购物的时间要长 评次就是买的数量要多 就是综合考虑起来 可能说这几个人 不论是在购物的金额 购物的数量 购物的频率上面 都是相对于其他的平均 平均用户遥遥领先的这样一群人 你当时一接触到她们 邀请她们来进行一个采访 她们就同意了 当时其实这个过程 其实中间我们大概花了一周的时间去沟通 因为要打消她们对我们的一些疑虑 所以我们只想了解到这个群体 然后一点点说服她们 去讲述她们最真实的一个生活状态 你跟她们聊天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感受 羡慕嫉妒恨吗 有 实话实说有一点点 像很多的人 她可能就是 她平时的工作是比较轻松的 然后她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就是购物 然后会 甚至购物是这种打发时间 对于他们来说 为什么叫人家剁手 因为感觉 就是说 对于很多的网购用户来说 她可能说 我本来不需要买那么多 结果我买了 买了这么多之后 我买了之后又很后悔 那我就是说 我后悔的要剁手 然后当时想去了解这群人的时候 但是你真正的去了解他们 他们好像又不是说买了之后会特别的后悔 只会有一部分的情绪在里面 但是在大部分的网购用户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怎么说呢 就是远远了高于一般人的标准 所以说大家对他生活是一种比较好奇的状态 但其实他们也没有那么的夸张 你看抢红包的时候 我们就恨自己手慢了 买东西的时候 有些人就手快了 陆老师 我们再聊的时候 就让你了解一下这个片子的背景 但是还有很多的问题 要向您请教 我知道您开始就是说 把淘宝用户来作为一个研究 也是近几年的事情 是什么原因 促成你来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呢 因为淘宝是改变了我们现有的 这种购物的这种方式 这里面有几个特点 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的选择面非常大 如果你今天去逛华海路 逛南京路的话 你可能花个半天时间 也就是你心仪的店 可能制逛几家 那么你在网上 可能是无限制的可以逛 这是第一个 那么而且可以进行减缩的方式 来选择你自己的商品 这样一个方便的这样一种渠道 是在过去的商业的这种购物 购物里面是没有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确实应该看到 就是它的付费和选择之间 就是最后的买卖之间 还有一个延时 它还有一个选择的一个过程 这种在我们的实体店里面 也是没有的 那么当然在双十节 这样一个有关的人造的 人为的这个买卖的日子里面 它还有各种优惠 那么种种原因 它导致了我们现有的 互联网条件下的一种消费的 一种新的状态 这种新的状态 不仅仅是我们的商业的一种形态 还包括了我们消费者的 这种消费习惯 生活方式 支付方式 包括它的消费心理的 一系列的变化 所以我对这个 这个有关的现象 进行了有关的研究和了解 我觉得这是我们 要关注的一个方面 包括你刚才说的消费的心理 对 也是你研究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方向 然后通过这个淘宝 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你还看到了 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说 我觉得淘宝 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 包括双十一的这样一个 众人狂欢购物的这样一个节日 它实际上是人为的把它建构出来的 它并不是原来就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在现有的这个条件下面 我们会出现这样一个 剁手党的一个出现 那么这种剁手党的它的行为方式 怎么样在互联网的这种鼓动 或者是推动下面发展到今天 我觉得这确实是我们现有的 这个社会当中 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么互联网 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工具 但是我们的互联网的有关的平台 像阿里巴巴 或者是有关的这种互联网的 有些平台 确实抓住了这个机会 作为了自己走向市场 并且获得成功的一个途径 那么它实际上是要牢牢地 把握住消费者的心理和它的习惯 才能获得自己的成功 我觉得这一点上就是 我当我们去看到消费者 去消费的时候 我们更要看到 这些互联网的平台 是如何抓住我们的消费者的 而且我觉得他们都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今天在办公室里 我们几个人还在开玩笑 是吧 像我们这样的一批购买者 可能恨不得把一年用的生活用品 在双十一的时候储存下了 但是人家买来的是什么呢 买来的是在一个非常棒的 这样的一个盛会上 自己会像明星一样的 见到自己心仪的明星 而且可以跟他如此近距离的拍照 这种感觉 我想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就是意想不到的 同时也是这样一个电商 他们这种新的这样的一个 营业模式之下 非常创新的这样的一种发展模式 其实我觉得像他们也有一点 被电商消费的一种情况 就是说天方会把这一部分人挑选出来 然后会表面上看起来 是给予他们更多的优惠 给予他们更好的服务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 他在鼓励你去更多的消费 更用力的去消费 然后对其他的用户 可能间接的产生一个引导的作用 就是说让这些人成为了广告本身 而且他们我觉得也是 非常的享受其中 所给予你的一切 都是像刚才你拍摄的这几位对象 他们内心当中非常需求 非常渴望的东西完全被打开了 可能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层面的 这个消费者无法了解 其实在整个淘宝的销售当中 也有着一层一层的 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级别 当我们在买到很多东西 享受着一点优惠券 还在喜滋滋的时候 其实他们有另外的一个层面 叫做APAS 我们来看一下 网购大户成为了Amy的 最显眼的标签 像她这样的人 在整个网络世界快速增长 2014年3月 阿里巴巴为这样的高额网购消费者 制定了被称为 黑卡俱乐部的APAS会员服务 据称 这种身份无法主动申请 必须由阿里巴巴官方邀请 这些极少数成为了阿里巴巴 每年天亮业绩的中流砥柱 比如说APAS这群会员 10万家左右的会员 有10万左右的会员 每年在平台上的整个消费的金额 大概是300亿左右 我们基本平均在30万家左右 对对对 上百万的业务不少 在今天的聚会中 Amy的几个朋友都是APAS用户 事实上 他们都是通过参加阿里巴巴 举办的APAS用户线下活动 才得以吉时 在10月23号举行一次线下活动中 Amy和三位朋友 以APAS用户代表的身份 高调亮相 一时间 马云背后的女人 顶级剁手党名词 刷爆朋友圈 孟璀依说 平时她在网上买的最多的 就是衣服和鞋子 每年可达数百件 我们喜欢打扮的女孩子来说 一件衣服穿了一次 就等于是旧衣服了 我们就不愿意再穿它了 就感觉它是旧衣服 就每天就想穿新衣服 就这种心态嘛 购物记录显示 从2015年11月2日 到2016年11月1日的一年期间 孟璀依消费的总金额 超过了42万元 购买单数为2603笔 换算下来 平均每天都要收到 7个包裹 而眼下双十一即将来临 这些女孩们 也早已蓄势待发 她们的购物车 都填进了几十件的商品 总价也都至少超过5万元 最多的已经达到了 十几万元 并且仍贷添加 十一付的定金 因为CPB的一套 护股品要2万多 3万多嘛 这个到时候都会买吗 3000多 其实也不确定 我还在纠结 兔子洞是阿里巴巴 在设立了APAS会员制之后 随后为他们设立的封闭社区 之所以被称为封闭 是因为这里只允许APAS会员登陆 在这里谈议的话题 在记者看来更接近于炫富 你看我们的用户会经常 这个用户分享 他住的是邓超跟孙黎住的 住的一个苏美道的酒店别墅 还有你看 还有你看 他在比斯林边上买了个房子 把它装修成民国风了 这个只有APAS会员才能进入的社区 有了相当高的活跃度 一些爆款产品一经晒出就有人跟单 兔子栋 然后上面是有那个签道啊 还有打卡 然后每天早晨请来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是上去签道啊打卡 像这次去芬兰就是 就是等于是APAS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人发电机 然后看这不错嘛 然后觉得价位还可以 然后就去了 这都是推荐的嘛 我们认为APAS这个规模 应该会不断地增加 我们是有 我们自己内部有一个预测 到了2017年左右 APAS A7年年底的时候 APAS会员的规模 可以达到20万到30万之间 那么这意味着就是 有一个非常高端的 千亿市场的顶级 顶级中国互联网消费人群的 这么一个俱乐部正在形成 必然会引领整个中国零售业的 服务趋势 服务标准 看完这一段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些 网购的这样的一些潮人啊 他们非常享受其中 我有时候也觉得替他们幸福 他们可以买到 他们想买的任何东西 不再为这种物质的匮乏而焦虑 同时他们还可以买到 他们认为很好的 但是又很便宜的东西 而不再去出国 所以他们拥有这样的一种幸福 我想这是互联网给予他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阿里巴巴不仅仅是 把他们当成一个 给予钱的一个工具 而是给予了他们一种 有钱人特别喜欢的东西 那就是特权 其实在了解过程中 我们看到他其实有过度购买的一个行为 包括有的人他可能买了两千多双鞋 有的人买两百多双丝金 像这样的事情 就是说他可能是 但是我觉得铁鱼 咱们可能觉得太多了 四五双鞋都够穿几年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一百双鞋 两百双鞋 可能是他们正常的一个消费 但是我的意思是可能 在他们一群人 他在归纳到一起之后 像刚才我们看到 他有一个自己的封闭的社区 就是他们会在里面 晒自己的购物体验 可能无形之中 助长了一个相互的拍米心理 比如说可能说 你觉得你买了几百双 你无所谓 那好 我买一千双 比你厉害 就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 其实当你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就会联想到小时代 郭敬明的小时代 当时他这个电影几集连续推出之后 这几年里 其实也引起了 无论是电影的创作者 还是受众的一些相应的一些 应该说是比较负面的批评 也就是比如说他的这种炫富 他的价值观等等 因为摔碎一个杯子 大概就是几万块钱的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但是其实我觉得 在这其中 不管是有钱人生活怎么样 或者是不应该怎么样 但是我想教授 您在研究的过程当中 却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 也就是说在淘宝 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我们就像是一个斑点去看一个报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阶层的划分 其实在淘宝这个地方 也是表达的非常的明显 所以才至于淘宝 淘宝会出现了这种 APAS的黑卡级别 甚至乃至于这种 有钱人俱乐部这样的一些消费层面 其实像诸如此类的 这种消费的状况 或者是把消费者分成等级的状况 其实在各个商业群体里面都存在 比如说我们的银行 我们的很多的俱乐部 包括我们很多的会所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淘宝 那么确实通过这样的某些手段 来获得一些固定的 而且消费额比较大的 这样一个消费者 实际上对于自己来讲 对于这些企业 或者是经营者来讲 是一个稳定的一种商业的经营犯式 对于这点我觉得无可厚非 或者是不能过多的加以指责 同样我也应该看到 就是刚才比如说 在镜头里面展示出来的 它支付包里面的 有关的金额40多万 将近50万 如果它在这个基础上 去消费几千块的钱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 可以成比例的这样的消费 那么在这个方面 我就觉得现在应该看到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样一种社会阶层 在任何社会里面都有 但是当我们把这个社会阶层 看成我们消费的一种示范 或者看成一个 我们消费的指标 或者是看成我们一个 消费的一个风向标的话 那么这就有问题了 因为你不是一个社会的 所有群体 或者大多数群体 都可以进行这样的消费 那么你这样就很可能的 就形成一种攀比模仿 或者是纯粹了 为了某种品牌 而来获得自己在社会上 被人认可的这种心理 那么对于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 就是对于一个社会的 正常消费的一个形态 我觉得是有一定问题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消费者在社会当中 最后就变成一个符号 变成一个象征你的 一个社会地位 或者满足你个人的某种 社会对你评价的某种符号 这种符号就显示 我有地位 我有身份 我能够消费 我有钱 那么对于整个社会来讲 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样一种示范 或者一种引导 但是陆教授你也知道 我们现在已经是完全 进入这个商业社会了 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来讲 可能他们第一呢 是有消费的这个能力 第二一点呢 还有他们可能在买这些 我们看上去很奢侈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可能也不仅仅是一种炫耀 或者是虚荣 而是他可能对这个品牌 包括这个品牌文化的 真正的认可 这是有可能的 这里面就是一个 对于品牌文化的认可 那么还有一个可能是 他对于某种物体的 拥有的渴望 对吧 这都是人之本性 对 它是有各种各样的 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在里面 这也是我是承认的 那么在现在 从我们现有的 有关研究当中 发现就是我们这个社会 变得越来越倾向于 把我们的消费和消费对象 物化的这种 倾向越来越严重 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符号 就是我拥有了这些东西 就我拥有了地位 我拥有了这些东西 我在社会上 就拥有了人家对我好的评价 那么对于自己 个人的本身内在的品质 对于他本身的素质 我们现在不仅仅讲研制 那么我还要看 现在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话 就是要看素质 对吧 对于内在的素质 对于他本身个人的能力 和各种各样的 他的技能和社会上 生存的这种方式 就是予以忽视的 他仅仅看一个外表 那么对于这个来讲 就是确实走向 另外一种偏颇 其实您刚才讲的 就是像淘宝 这样的一个消费群体来讲 其实他没有意识到 是商业的有关企业 在消费他 其实我们现在的 很多明星走在舞台上 在很风光的时候 他实际上 身上穿的戴的 实际上在某种上 是一个商业的企业 在消费你 同时通过你 像整个社会在介绍 或者推广他的产品而已 在某种意义上说 你也是一个产品 所以在这一点上 就是我们应该 现在就是在 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又怎么样呢 Just so so 对不对 当然 有很多人讲起来 就是一个社会 有很多人觉得 就是如果我有这样的能力消费 我一定这样去消费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 都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消费 到什么样一个水平 才有完结 我们的消费 什么样才是合理的 那么我们的消费 怎么样才是 真正能够符合 我自己的个人 和我的个性的 这些问题都在 都在一些问题上加以思考 包括我们现在的 很多的哲学方面 包括宗教方面 都在这些问题上 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 我想其实古往今来 都是有思考的 不仅仅是我们现在提出来的 那么过度的消费 和过度的奢侈 和过度的铺张 往往是一个社会和个人 往下走的一个开始 那么这个是在个人和社会里面 在历史当中 有很多这样的先例 我非常理解 就是陆教授 他所表达的这个观点 就是我从你的这种 消费观当中 可以看到你的这个价值观 的这个体现 铁云你在调查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做一个统计 就是能够成为这种黑卡 或者是消费的这种金额 非常巨大的 大概是怎样的一个 一些人群 大概是怎样的一些年龄段 或者是有没有 就是能够掌握到 更好的这种统计数字 他们大概的收入 怎样 现在的话 就是在这个淘宝上面 它可能是有11亿的用户 然后回忆用户在5亿左右 然后在APAS呢 是它里面筛选出了 10万多名会员 可能说它通过一个 大数据的方式 从你的那个购物品质 购物金额 这些等等的数据 来筛选出来 然后它的最低门槛 好像是在10万元以上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的一个夸张 其实我在这里 我想指出来 就是说我们在网上看出来 因为我们为什么在网上买东西 很大的一个原因 可能是便宜 就是说它的价格是透明的 那为什么这些APAS 可能说有一些突然出现 可能有一些突兀呢 可能是说 它跟一般的网络者来相比的话 它的超出了很多平常人 就是可能我们一年 就买了1万块钱 几千块钱这样 但其实它的绝对数值 并不是那么高 但在某一方面 他们又很渴望去 通过这些晒单 这些晒朋友圈 来获得大家的那种 关注和认可 它其实是很有表现欲的 一个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说 它跟传统意义上 那些人不同呢 因为可能我去买一辆车 我去买个豪宅 我也不会说天天晒 但你在网上买东西 你有一个链接 你每天都可以晒 就等于说你晒单 和购物是连成一体 成为你生活的一种方式 成为一种生活的 占据你非常多精力 和时间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他们往往就会 沉醉于其中 大概是些 什么样的年龄段的人呢 这个年龄段 可能在20到40岁 可能在30岁左右的人 是最多的 因为在这个阶段呢 他可能说 有一定经济条件 然后他可能又没有 花那么多时间 在事业上面 然后他可能就有 更多的金钱和时间 把自己的精力 投入到这里面 他是以此为乐的一群人 他们会在实体店购物吗 相对来说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 有的人呢 他等于说 他享受惯了这种 他可能说 每年收几千个包裹之后 他就不愿意 带到实体店去了 但有的人觉得 我还是会花很多钱 我网上只是一个填补 然后当我实体店 我更疯狂 更大金额的去买 就是说各种各样的都有 但是几乎是无一例外的呢 他们会很享受这些包裹 就这么说吧 就我问了每一个人 我说从你买东西 花那么多时间 你去选 到最后 你买完之后 你可能又没有办法堆 你可能就要处理 它又很烦 这整个一系列流程中 你最开心的时刻 是什么时候 就基本上无一例外的 是拆开包裹的那一刻 他就会想说这个 有一个东西到你手上来 你打开它的那个快感 每天 我们能想叮咚叮咚 就像圣诞老爷爷 每天都送到你身边来的 这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在整个的购物的过程当中 像我们教授刚才提到的 由于这个消费观 我们看到的价值观 所体现出来的 无于我们这个时代 一些相容的 或者是不相容的 好的或者是不好的 这样一些东西之外 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 就是说理性消费 就是说我山东老家 他们是对人是这样 就你吃没关系 你买你也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浪费 就浪费 在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价值观的 这个体系当中 是一个非常可耻的字眼 我刚才讲的 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这样讲的 比如说那两千双的鞋 包括刚才也有个女孩 在那里讲 就是我只穿一天的衣服 穿过一天我就算旧了 实际上呢 好像我们看陆教授 我很生气 我不是很生气 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的 这种消费观念 已经和普通人的一些 正常的消费观念 实际上已经发生了 可能他们就 本来就不想做普通人 而且还好淘宝和钱 让他完成了这个愿望 问题在这里就是 有钱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你可以做各种各样的 公益活动 你可以自己去学习 甚至你通过某种旅游的活动 去了解世界 了解整个社会 都可以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我觉得就是 它是从一个外在的东西 来体现它个人的存在 那么我觉得这一点 是有点记性的 为什么这样讲呢 就是如果哪一天 它外在的东西没有了 它个人的价值在什么地方 不是原来有一句名言吗 我宁肯在宝马车里哭 我也不愿意在自行车上笑 更何况是膜拜呢 那问题在这里就是说 比如说经济的收入 你的工作的职业 或者是怎么样 如果一旦出现了某种变故 你怎么办 那么也就是说你个人的价值 究竟依赖什么而建构起来 建立起来 而且能够持续下去 那么对于这里来讲 我觉得就是 林康在讲的是非常对的 就是说我们的生活 当然是需要某种点缀 或者是要某种的东西 来体现我个人的 外在的东西来体现 但是如果你过度的依赖 完全依赖外在的东西 来完全体现你自己个人的话 实际上你这个人的表现 是异化的 实际上你的站位是不对的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在社会上 你消费是必要的 生活方式的质量也是要提高的 但是你真正要提高 这些质量的本身还在于 你自己本身的内在的质量 和内在的东西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存在着某些真正的引导 但是在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今天 这样的一个引导的 这样的一个完成 其实也是比较艰难的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商品的流行 某一种商品的湮灭 或者重新的崛起 或者一个新的产品推出来 或者是某个东西的推出来 都是有商家在那里推动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马路上的穿着从长到短 从高到低 从圆到尖 实际上都是有商业的背景 和商业的这种资本 在那里操作 构建 推出 然后让你接受 所以当我们去接受这些东西 在消费这些东西的时候 实际上你是跟着别人的思路在走 而不是按照自己的需求在那里走 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更多可能的是失去你自己的 自己的个人的主张和你的立场 和你自己的本身的真实的需要 其实这也就是商家和商业的成功 我看铁运你也进入了阿里巴巴 在阿里巴巴的采访 包括跟这个阿帕斯的主管 在聊天的时候 你感觉到这样一个新兴的电商的行业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气息 他们可能更多的会把这些群体 所谓的就是高素质的消费人群 当作它比较重要的一个商业资产 因为等于说你把这群人聚集在一起之后 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商业价值 然后他们想提供更极致的服务 来换取你更多的更大的消费年纪 就鼓励你在买买买的这条路上 一条道一条路走下去 然后对于来说它是有很大的商机在里面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这样的群体 那么你投放广告 你比较贵的品牌 你要投放广告 那我有一个很精准的人群 或者说我以后我要影响 或者我有野心的话 我要影响整个零售行业 那么我这样的一个人群 可能是说中国网购行业里面 平均消费能力最高的 那么我就有一个制定价格的定价权 我能影响到整个行业 就是说阿里会把它当成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资产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会让我们看到真的很多问题 比如说现在我们都在为实体的经济 包括我们这样的实体店而叹息 总是希望他们能够有一些改变 但是我们会觉得这样的改变 跟互联网的这种平台思维 是完全没有办法追赶的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商品的这种品质 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 无论是从小的到一个牙膏 到一块肥皂 乃至到大马桶盖 这样的一些生活用品的 这种质量的提高 对于消费者的人心的回归 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力量 对 我想就是我们互联网 不仅仅要做好 你的消费群体的把握 同时我觉得对于 我们民族品牌的这种宣传和推广 我觉得也是要有它的责任的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这个是太艰难了 因为商家追逐利润是毫无疑问的 不追逐利润才是奇怪的 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有些品牌 实际上已经是可以登上世界舞台的 你如果对这些品牌做宣传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但是恐怕还是需要 只是可能说 现在附加值更大的一些品牌 就比如说你要买一些 比较贵的那些奢侈品 或者是怎么 比较高端的消费品 可能大家还是说 相对比较认可国外的品牌 就其实是会存在一些问题 就是说我们把利润可能是 虽然说我们在国内消费了 但是最后那些利润 其实都有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国外 其实这也是我们在整个的 淘宝过程当中所看到的一些问题 反正不管怎么样 再有几天就是双十一了 大家愉快购物 理性购物